中国大陆空军有关部门今天证实 3月31月下午1点35分 大陆空军一架苏凯27战机 于飞行训练中在山东省湿市 两名飞行员不幸丧生 中国大陆云南昆明近日出现呈现乳白色的牛奶河 现实江水已受污染 沿岸的村民称这是牛奶河 就算沉淀三天也只能使用上层水饮用 但原油股摆脱不掉的辛辣味 今年4月1日是大陆股市4月第一个交易日 虽然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3月采购经理人指数回复上升到50.9 来到11个月高点 但是成长的步调比预期缓慢 显示大陆经济的压力仍在 导致陆股陆续下跌 沪深300指数更创下今年以来新低 大陆西藏矿区山崩事件 截至今天下午已经挖到21具罹难者遗体 基于62人的宣存机会相当渺茫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